这里看我看北面世界22年2月11号 这里面我们今天也加讲另外一个 叫怎么有所谓的国学 我们听一下 这是一个海外人士说的 我们觉得挺好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所谓的24校里面的一些故事 什么校感动天 埋而共同 若兵求你 赤摩罗的反常识反人类 完全是用虚构的东西扭曲正常的人性 你再看看李时珍的那本 奉为国粹的本草纲目 堂而皇之的写着 老母猪粪自雪崩 蝙蝠死自眼疾 父母支架烧成灰 至少小儿复杖 等等 这些都是类似于巫术的东西 如果他们能被当做国粹 恰恰说明所谓传统文化的并造 那就是不讲科学 不讲逻辑 也不讲人性 这种完全是扼杀人的自由 理性和创造力的所谓国学 其实就是我们华夏文明在崖山之后 七百年来全面落后于西方文明的针对民旁所在 反过头来大家其实也可以想一想 一两千年前的人们 他怎么跳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 难道这块也被他 在听呢 从头开始 我们好好听一下 很多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喜欢虫骨 尸骨 鲤骨 就是总觉得先贤能够达到的高度 是我们世世代代应该学习和领会的 所以很多家长喜欢让孩子去上什么 高大上的国学班 但实际上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我们所谓的国学里面 糟粕 远远多于金黄 比如三字经 地质规 千字文 曾广贤文这些以前作为 儿童发蒙读物的东西 一半以上的内容 世俗功利 于衷于笑 不仅在基本常识认知上 无法让孩子们 更好更快地理解这个世界 更要命的是在价值观的宣扬上 和现代理念背道而驰 距离塑造一个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民 相去甚远 说是文化遗毒 也绝不为过 你看所谓的二十四孝里面的一些故事 什么孝感动天 埋而后抹 握冰求你 赤裸裸的反 常识反人类 完全是用虚构的东西 扭曲正常的人性 你再看看李时珍的那本 奉为国粹的本草纲目 堂而皇之地写着 老母诸粪制雪崩 蝙蝠死制衍籍 父母支架烧成灰 制小儿复杖 等等 这些都是类似于巫术的东西 如果他们人被当作国粹 恰恰说明所谓传统文化的 并造 那就是不讲科学 不讲逻辑 也不讲人性 这种完全是扼杀人的自由 理性和创造力的所谓国学 其实正就是我们华夏文明在崖山之后 700年来全面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根本文明所在 反过头来大家其实也可以想一想 一两千年前的人们 常识认知没有超过天原地方 道德觉悟没有脱离君臣父子 甚至就是连最简单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他都无法解释 就算是最聪明的人 以如今的眼光看他能聪明到哪里去了 毫不夸张的说 今天你去随便一个学校拧一个高中生出来 他所掌握的科学常识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那就足以超过诸子百家了 我在这里讲 绝不是说马后炮 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而是说我们要认识到 古人的三观其实和他所处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对他的思想要去了解要去学习 但是却没有必要去拔高 更没有必要奉为归灭 很多他们的思想站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前列 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最重要的遗产 但你要说在两千年之后还能引领我们现在的人类 那不是可笑吗 庄子逍遥 他能讲清宇宙器人吗 儒家仁义 他能理解现代民主 莫子非公 他能实现万事和平 那些曾经让我们自豪的传统文化 其实往往也是阻碍我们进步的东西 如果你妄图一味地从中去寻找解决现代 甚至未来问题的答案 那其实是徒劳的 所以我们传授传统文化 我们觉得这位男士反思的挺好 这里面我们要讲几个三个问题 我们不讲多 讲多的消化 第一个国学的伪命题 伪概念 什么叫国学 真正的知识学问 它是普天下都有的 国是我们人为定的 画到我这圈里面就叫国学吗 No 所以国学这个词本身是个伪概念 是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 一造出来一个 然后自嗨 这个跟中兴论 中国中兴论 中国的永远的世界的中兴论 或者大一统论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它验伸出来的 这是一个我告诉大家 所以你想牛顿的自然规律 这些东西 它是国学吗 那你这么说牛顿算 英国国学 这就扯淡了 所以国学这个词是完全是民族主义 和它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配套的词汇 所以共产党 你记住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启发点 它一定会制造一些相应的词汇 跟得过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要讲到的老祖宗的法律 老祖宗法 就经验 经验不是规律 记住 经验不是规律 规律一定是科学 科学一定是规律 大家记住 科学东西 它一定符合规律 如果说形成不了规律性东西 就不能叫科学 记住到这里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规律 所以经验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人来看到了表面现象的归纳总结 它没有深层次的东西 你要有层次在里面 后面有背后的逻辑 有一层层下去 那才能形成规律 规律它是不宜人类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我们只能是把它集合起来 而且是经验往往是跟人有关系 跟人有关系 那么你把经验当成自己的不可更改的规律 或者不可更改的标准化 你就形成了自我封闭 所以从古上古 那就从古上古的概念就是否认你自己的存在 否认你自己存在 也就是否认你对真理的追求 也就是否认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 那么这样基本上就是傻逼 我们讲到一句傻逼 所以中国过去几千年 你不用把那些什么谁谁拿出来办 那都是傻逼 我们讲起来现在讲的就是傻逼 当然现在有局限性 但我们说它的局限性 一天到晚个解释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 第三个传统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 它只要是符合自然规律 你就可以留下来 什么叫传统 就是过去 老的经验 一代一代这种传 它没有科学依据 或没有情况 也说不清楚东西 但是传统东西呢 也不代表完全 它只是现象的东西存在 然后OK 你比方说八字啊 这类这种现象有 那问题是 你要突破它背现象的东西 而不能以现象作为你的标准 如果现象作为标准 你就把它变成经验了 变成经验 那你就是拷贝下去 那就完蛋了 所以大家记住 对传统的东西 要做这样的认识 所以你对传统两个字的概念 不理解 不了解 你就盲目去的话 那你就傻逼了 我们讲的 那你就等于是拷贝了 传统是什么东西 传 首先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它可能是有一些系统性的东西 你以防中国的这种道家里面 或者是这种玄学东西 它是一个系统 而且一代代这么传 那你要去琢磨 跟现在的科学规律 是不是有关系 你发现它里面是有规律的 OK 那么这个东西就值得去研究 记住 值得去研究 或者是值得去继承 继承和研究是两回事 研究是带有开发性质的 深入下去的 继承值是背书 就像工匠画画 你是画家还是工匠 画匠和画家的区别 画匠它就是一个传承 反正就这样 有这个笔墨水东西弄下来 但是它没有意境 没有画的神韵 灵魂东西它没有 灵魂的东西一定是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是增加你的灵魂 包括灵魂的维度 灵魂的内涵 它如果说你没有研究 没有开发 只是复制 复制就比方 就是一个所谓的普通的传承 传承跟你那个传统还不一样 传统是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 传承是你把它拷贝过来 那么你要是把它发扬才行 发扬是什么 发扬你要有研究开发 如果你没有开放的思维 你谈发扬狗屁 我们讲的 就没有用 还有一个你一个劲去解释 那也不叫发扬 你一定要在里面找到它的现实的科学依据和规律性的东西 你找到规律性的东西 现实依据 它跟现代的科学能够嫁接上面 OK 那就叫发扬 因为嫁接上去等于落地了 就等于生根了 扎根了 扎根了 说明它更加茁壮成长 如果你跟现实科学嫁接了 你在这个基础上 再把它用现代的科学手段 把它量化整理下去 形成这样的结果 那这就是发扬光大 说白了系统的东西 它一般都有一定的思维内容在里面 思维结构 思维东西 如果你了解不了它的思维结构 那你这个系统你也产生不了 你仅仅是备送拷贝 那你就不叫捅 你只叫船 没有叫捅 捅不捅不起来 你也缠不上城 继承的城也缠不上 你就是一个船 口口相传 这种东西就没什么大的价值 我们提醒大家这点 好 这里面我们把几个 希望大家别掉进去 你要把这些概念搞清楚 你才能知道 哪些里面你可取 哪些里面不可取 就相当于你进到一个商场 商场你要搞清楚 对吧 这个商场是卖什么的 你反正你要去买衣服 你跑到一个饮食店去 那你也不吓逼了吗 吓掰了吗 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你想要什么 你要清楚 然后它里面有什么 你要清楚 那哪些东西对你有用 那你就拿过 哪些东西对你没用 你就放了一边去 对不对 这是要提醒大家的 好 这是我们将有关国学方面 另外我们说一下 再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把开悟培育 我们会调整到 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当然我们还是会增加 开通会员以后 因为那是太专项了 比较专项 专项所以我们用专项了 像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些都是 大众的性质的东西 尤其是时事 时事的目的是希望 提示大家建立独立思考能力 然后在这个通过现实 时事 在时事里面建立独立思考能力 非常容易 非常好 为什么 就是要天天做练习 知道吗 一个新的事故下来 你分析分析 这不就相当于做一道练习题了吗 天天做练题 然后里面用到哪些原理 我们这里面都会给大家讲 对吧 用到哪些原理 为哪些东西 哪些学科或者哪些行业 跟它相关联是什么东西 你得把它放上来 那那官员里面的 基本常识是什么 就是原理 尤其是人文方面的东西 大家记住到这里 OK 最后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 感谢观看